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连作一次最早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另名为《十五》而项穆斯·连作,其意指旧事一人犯法,其家属亲友邻里的连带受处罚。 秦朝商鞅变法时,连作制度被正式确立并逐步成为不悔之志。 连作制度是秦朝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尽管它的出现如同定时炸弹般为秦朝的二世而亡埋下了隐患, 但从客观上来看,它在另一方面以极其残酷的手段为秦朝统治者节约了大量的管理成本。 对于强化社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意义重大,今天就将从多个维度来对秦朝连作制度进行研究。 据传世资料的记载,连作制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壮大,发展封建经济变得刻不容缓,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 法家思想逐渐成为了变法改革的思想武器。 法家思想认为,若要建立合适的法道,必要先洞察人性人情。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在上扬眼中的人性是趋利避害,好以勿劳,名利所向的人性。 概括而言,他的人性观是自私自利的,面对自利自为的人性,君主应该做出怎样的管理呢? 上扬指出,既然人性有趋利避害的特点,这意味着君主很难从人性中发掘出道德自觉性,采取旗帜以礼,道之以德的方略来管理人民,治理国家。 他认为只有建立使人们彼此利益相反而危害,也相互矛盾的连作制度,才是古代君王的第一要务。 就这样,在2300多年前,商鞅完全否定了人制,树立其法制的连作制权威。 公元356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针对人性中的自私、好恶、利誉等情绪特点。 商鞅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具体内容为,以五户为五,十户为十,使百姓相互监督。 还建立了相连作的法律,首先,告发奸人则给予重赏,若知情不报,会被施以妖刑,赶藏匿贼人,会被降敌同罪。 其次,违法的官吏必须被处死,而且还要被处以三族连作的惩罚,至于告发奸吏的人,则可以继承被告发者的官决与填路。 商鞅变法后,连作法在秦国社会得以全面施行,甚至连商鞅本人也被人以伤君之法, 舍人无以厌作之的理由予以告发,并最终被处以车裂之刑,连作一家的刑罚。 但即便如此,其在秦国实行的连作制度可以说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 为后世秦朝连作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统治者不断把法家思想理论运用到法治建设中, 建立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 连作制度作为秦国法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非但没有随着商鞅被车裂而销声匿迹。 正相反,连作制度在秦朝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使得秦朝的统治者选择继承如此残酷的连作制度呢? 比者认为,与秦朝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不无关系。 就出于国家控制这一目的而言, 连作制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治理结构。 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实施与大规模的推行, 克服了地方一级交通不便,信息不对称,管理技术落后等制约因素, 对于维持政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国自实施连作制以来,从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 一跃位居强国之列就是连作法积极影响的真实写照。 秦朝的统治者同样也发现了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秦王并无可供其借鉴与学习的模本。 此前,先秦时期的商鞅对秦国实行的严苛俊法映入了他的眼帘。 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战乱且疆域辽阔的国家, 秦国法制中的连作制度可以很好地帮助君主调整社会生活,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这也成为秦朝继承秦国连作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朝继承先秦时期连作制的第二个原因, 与自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重刑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秦统治者在收获到变法改革的红利后, 就一直很崇尚法家的思想。 秦时皇执政以后仍然十分重视法、 士、数、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 要向真正处理好君臣与平民之间的关系, 光靠信任情感的猥亵是无济于事的, 关键要将治理国家与人民利益权衡相关, 因此秦朝统治者将重刑原则推向极端, 在全国实行空前严酷的新发统治。 一、范围与内容的扩大, 连作制度走向成熟与完备的标志, 先进时期对于罪行较轻微的犯罪, 亲属连作范围主要限于家属成员, 即一人有罪, 其家属要莫官为奴。 这项制度在当时被称作是收奴, 到秦王时期, 收奴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到犯罪者的同居亲属, 如在《情检法律答问》中就有在, 盗集者他罪, 同居所当作, 可见就对盗罪及一些罪行轻重类似的其他罪, 连作的亲属范围扩大到了 同居亲属, 既然在当时连作的范围以同居亲属为限, 那么同居的规模又该如何认定呢? 根据法律答问的规定, 同一户籍之下的亲属为同居, 即户为同居, 由此来看, 亲属连作成员的多少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数额, 往往会因利户之下亲属的多寡而有所不同, 有可能同一户籍之下仅仅只包括自己的其余子, 也可能还包括有父母与兄弟姐妹, 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 官吏人数激增, 如何有效治理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 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连作制通过强调组织成员间的相互监督与互相负责, 能够有效减轻统治者的治理负担, 因而也被沿用到秦代的官吏治理之上, 由于秦朝甚至官吏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发挥的作用, 因此对于官吏的选拔十分重视, 在秦检中, 还专门列有一部致力律负责官吏的选拔与任用, 根据云梦秦检的记载, 秦官吏问责主要包括公务连坐, 举官连坐, 贪赃连坐, 简单来说就是在下级处理公务过程中有势之行为的, 其上级要承担连带责任, 上下级的财产和生命都成为了一个人犯罪的抵押, 面对这么高的代价, 官吏的违法意识受到了限制, 由此以来, 可以比较有效地实行官吏内部自我监督, 提高行政效率, 二, 亲手将大秦帝国送上不归之路, 秦朝实行的连坐制度, 在封建统治的背景下可以说是成功的, 因为他通过高强度的震慑力, 以重刑预防, 惩治犯罪, 使得犯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很好的限制, 但是, 连坐制度是僵化的, 死办的, 甚至是残忍的, 只要是连坐范围之内的人, 无论其是否有过错, 是否应当承担这样或那样的责任, 一律都要接受惩罚, 这样过于绝对的惩罚手段, 在给封建君王提供有效治理方式的同时, 脱离了犯罪的实际情况, 历史证明, 残酷的暴政无法形成长治久安的局面, 到了秦朝后期被大肆滥用的连坐制度, 已经成为统治阶级谋求私立的工具, 早已失去其本应有的作用, 造成了官兵民反, 民不得不反的局面, 最终酿成了改朝换代的悲剧, 通过上面叙述, 我们大致了解了秦朝连坐制度的发展, 看到了起源于原始部落时期, 士族之间的大规模互杀, 经过先秦商鞅的变法改革, 将秦国带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并为后世的秦朝所继承与发展, 逐渐成为一种完备的法律体系, 连坐制度将百姓按实物编制起来, 通过惩罚无辜的方式构建起一套基层监督体制, 让百姓不敢犯罪, 不可否认的是, 这样残酷的手段确实能够帮助统治者有效地治理国家, 但是在这样长期的高压之下, 军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终极会为王朝慢慢引到覆灭的道路, 尽管连坐制度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许多的弊端甚至是悲剧, 但是其对于研究整个秦朝的法律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